在1983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猫眼三姐妹 光是说名字还无法唤醒大多数人的记忆 但只要放出这段火辣的三姐妹健身操 相信大家都会感觉回到 那个还需要天天蹲脸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年代 小时候不懂三姐妹的美 只看到了她们的英姿煞爽 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 这三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可谓是真正的童年女神 许多人戏谑到 如果小时候看这部动画被爸妈发现了 就为被剪掉电视机的电线员 还有人挑看 我爸妈不让我看这部动画怎么办 在线等很急的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其实还有很多人是真的没有看过一 因为当初01年被引进国内上映乐播后 这部动画因为尺度问题 遭到了家长们的集体投诉 其实早在确定为了引进国内这部动画 已经更改删减诸多画面 当然如果你去对比原片你就会发现 这剪辑师毕家鸡腿 完全几乎就是无缝衔接 看完后还会认为自己看的就是正版 而制作作业早已将自己定义成 一部适合青少年及成年人观看的动画 最终大量的暗示性 以及犯罪行动 就是家长所不接受的 换言之 如果这部作品不是以动画形式播出 那么或许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正要对比尺度的话 随便拿出一部如今的日系动漫 怕是猫眼三姐妹给后宫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相对于全联想的动漫 猫眼三姐妹告诉观众 在性感面前 可爱 真的是不值一提 那么这部被很多人当作弗利曼难看的作品 究竟有什么魅力被众多人吹嘘 那我来带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 猫眼三姐妹的本名叫来生三姐妹 在警署对面开了一家名叫猫眼的咖啡店 二姐来生童是一个黑长直 她的男友俊夫就是对面警署的年轻警察 主要工作就是抓捕黑夜中的盗贼猫眼三姐妹 所以说就是我抓我女友 但我抓不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侠 整个警署人其实都能被称为侠子 而这个警署有个特别嗨的名字 全名警署 对应一下处长撒泼的姿态 估计在军服眼中她应该被称为狗叫 有趣的是三姐妹作案总会提前告知警方自己要偷东西的 每次东西都被偷揍 还每次都能偷揍 所以二姐的男朋友只只能天天被处长骂 被处长扣工资 然后来到猫眼咖啡 骂猫眼 嗯 这果然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三姐妹打的一手好算盘啊 而二姐每次行动可都是踩着高跟鞋 爽穿下跳 一手扑克牌等等 那是堪鼻子弹 绝对是团队里的行动担当 而大姐来生累则是将性感妩媚演绎到了极致 大红唇 大波浪 嘴角还有一颗痣 是团队里的领导担当 三妹虽然不及大姐二姐那般妖艳性感 却也是一个傲娇娜 小小年纪就精通能功智能 还有全息投影 是团队的智慧担当 但在我看来 其实俊夫也算是他们一伙的 就给他安排个搞笑担当 因为每次俊夫来到店里 除了妈妈摸眼最开心的事情 可能就是顺便调戏一下 这大小一字 气可羞 而为什么独子优秀的三姐妹却正式不做 拼命要走上歪门邪道去做个贼呢 原来 他们三是著名德国家海里兹的女儿 可是摩天子与父亲却突然失踪 家中的藏品也一夜蒸发 后来三姐妹发现 父亲的东西很多都被流通到市场上 因为没有人知道三姐妹的真实身份 所以活泼可爱的三姐妹便决定调查出真相 明眼都能看出这只有人刻意为之 在陷害他们父亲 而三姐妹所偷窃的东西 都是昔日父亲的藏品 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算头 只是去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才会在每次行动前 用小卡片来通知对方 又拿走这些藏品 来让背后搞小动作的人藏不住 或许就能找到父亲失踪的原因 而之所以猫咽将咖啡店建设在警署对面 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姐精通纯郁 三波署上每次跟俊夫的对话内容 都能被他看到 所以好多次他们缜密的计划还没行动 就已经被三姐妹获知 多次的行动基本就是二姐负责 吸引警方大姐触摸划策 然后重逢撤退就利用小妹的黑客戟脱困 之所以说整个警署都是瞎子 那真不是骂他们 人都出现在眼前了 三姐妹行动也基本都不戴面具 暴露在对方事业中的次数也数不胜数 但就是不会跟猫影咖啡的三姐妹挂上等号 而在多次行动中 俊夫这个老四批竟然还感觉 自己对猫眼产生了感情 主要还是因为大多数行动都是她女朋友 所以俊夫追的猫眼也基本都是来生通 有一次俊夫算是开窍了 认为自己女友跟猫眼很像 但组长着诸对又去告知俊夫 小老弟啊 你这点都不对啊 你就是动了我一心思 才会把猫眼看成女友 而且来生通直呼 我还真是我虐我自己啊 可如果剧情一直都是瞎子抓人 就真的没意思了 当然我知道大多数人看的也不是举情 这后编剧给俊夫派来一位得力助手 千古光思 这女警可是全片警署的智力拦当 但还是一个瞎子 因为她发现恶姐就是猫眼的 原因竟是因为香水的味道 好家伙 不愧是狗叫 光思提了心地认为恶姐就是猫眼 但抓不去需要证据 所以她不断射套 但在小妹的黑格纪面前 光思的套路都会完美地化解 但光思却还是成了恶姐心中讨厌的对象 并不是因为差点察觉自己的身份 而是光思竟然也爱上了俊夫 俊夫这个人骂是绝对的直男 他看不懂 可身为女人的恶姐就明显受到了情敌的气味 于是每次行动 从戏耍俊夫到多了攻击情敌 这一环行动 两人交往已经多年了 如果我说他们之间没有结婚过 有多少观众会愿意相信呢 俊夫甚至扬言不抓到猫眼就不结婚 虽然俊夫跟恶姐从来没有过肌肤之亲 但是俊夫跟猫眼的恶姐 却有过不少的肌肤之亲 所以才会在行动中难免产生特殊感情 最糟的是 跟自己女朋友没肌肤之亲就算了 却跟自己的大姨子小姨子有过接触 虽然在剧情画面上没有直接表达 但从某些时刻的白光一闪 我有理由怀疑他们在下告 但我没有证据 而第一季一共有36集 全片扶地不断 但俊夫跟恶姐竟等到最后时 由恶姐主动扑向俊夫 把机构 而之所以主动 还是由恶姐准备要去欧洲一趟 这也是为了第二季所的铺垫 因为他们找到了父亲在法国的线索 因为全新内容多到73集 所以你能让我解说这剧情内容实在很难 就只能简单地给大家回忆一下 而且我知道大家看这部动画都在看什么 我这人一向贯彻 绿色健康小星星 肯定不会放手你们想看的画面 所以解说剧情就是吃力不倒好 在00年代 每一集的三姐妹行动都看得很过瘾 可虽然三姐妹真的美奴化 但优于那个年代的制作水平还有限 所以如今从时去看的话 可能是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了 毕竟作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性起萌作品 更多的还是回忆和情怀 不然这部动画有足够多的槽点可以去吐槽 剧情的不合理性 而俊夫到底是真虾还是假的 其实大家应该也不难看出 但其他警署的人是绝对真虾 动画中有很多扭曲的桥段 真的让人捧腹大笑 例如俊夫的女装 还有大小姨子的测试 前面提到大小姨子也跟俊夫暧昧不清 但看完后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测试俊夫 有时候父母过度担心我们看到一些不该看的可仔细一想 小时候的自己还真没往那方面去想 而且动画三观也并不差 毕竟警官开护工这个设定 似乎有些不太妥当 而这个IP在爆火之后 也确认要拍摄智能版的电影 这让很多人都有些兴奋 但谨慎皮翼却根本不是大家想看的东西 总而言之 智能版的制作就是 挺差劲的 但好在动画版的出现 让我的童年多了一份回忆和情怀 以及教育 而在童年给予我情怀和回忆的动画 也不止猫眼三姐妹 猴猫蓝兔 蓝猫淘气 等等也都是我的童年回忆 但似乎童年时的动画 大多数都被可爱的家长们给举报过 他们的担忧我也能够理解 毕竟也许在过不久 我就会慢慢地变成智能的人 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影响 可不管过多久 认为看动画就是幼稚 只有小孩子才看动画 这个说法 我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 不知道各位视频前的小可爱们 还记得童年有什么动画 当你充满回忆吗 不知道你们那位猫眼三姐妹 哪一个更漂亮 当你在犹豫思考这个取舍的时候 说明你还没有长大 毕竟大人才不做选择 连光子小姐姐我都要 今天希望这个视频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 毕竟长大后 这小时候是多么的幸福 无忧无虑 怎和几时我们还是比着 奥特曼光播手势 在大街上拍照 如今我们只能在嘴上 说着我们还相信光 却不敢在大厅广众下 比出那幽致的手势 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可为什么就是找不到 像猫眼三姐妹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 好烦哦 我要黑上池 我要大波浪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开了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